从未见过如此冷血的丈夫 妻子刚收完衣服 一脚踩滑 从楼梯上直接滚下去 疼得爬不起来 而丈夫竟然还很得意 原来是她故意在台阶上动了手脚 妻子点火准备做饭 煤气又突然爆炸 差点让妻子毁容 而丈夫却在一旁坏笑 妻子质问丈夫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丈夫甚至要将她推下河去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妻子出轨 丈夫名叫老许 和妻子小妮相识于一场相亲大会 小妮风趣幽默 谈吐潇洒 很快就吸引老许的注意 而老许踏实的外表 也让小妮觉得很靠谱 于是在一番简单的 你干不干的交流后 两人在三天内就宣布结婚 新婚当晚 由于老许太过激动 三秒内就草草结束 完成任务 这样小妮非常的失望 还把这事告诉了娘家人 老许这才发现 小妮并不是真正喜欢她这个人 这只是一场包办婚姻 从此她开始刻意远离小妮 每天早出晚归 话都很少说一句 宁愿抱补习班学习 也不多腾出时间和妻子相处 自己的媳妇自己不爱 那就不要怪别人来帮你疼爱 老许的表哥来家里做客 这货不仅强壮风骚 而且还幽默多汁 和老实闷骚的老许完全不一样 这才是让小妮留口水的男人 小妮还偷偷拍下 两人同宽的照片 小妮不会泡茶 不会做饭 但是自从表哥来到家里 她总是主动给表哥煮茶 主动给表哥做菜 表哥感觉这弟妹对她有意思 一次漂流的时候 小妮意外落水 表哥马上跳下去 将其救起来 公主抱 回家以后 表哥主动撩起小妮的长发 小妮嘴上表示拒绝 身体却很诚实 当即主动和表哥刺激了一把 他们在一家子的眼皮底下 打得火热 没羞没臊 羞仙人呀 小妮想着直接和老许摊牌 然后和表哥一起私奔去大城市 得知表哥爱吃羊肉 从不吃肉的小妮就去市场 买回一只羊腿 老许还傻呵呵的 啥也不知道 主动收拾一间厨房 来给小妮专门做羊肉 她做的不是羊肉 而是一片出口的真心 可等她准备 把咖喱羊肉端上桌子 才发现 表哥早已不辞而别 小妮是真心喜欢表哥 可这个负心汉 只是把她当成了玩物 事到如今 小妮直接告诉老许 她出轨表哥 很想和表哥在一起 但是表哥却无情地抛弃了她 你看着办吧 老许听后 一个屁都没法 第二天就去城里 手握螺丝刀 从后面捅了表哥一刀 可她打架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表哥摁在地上 挤驼子打晕过去 表哥说 这一切都过老许 老许拒绝和年少轻狂的妻子亲热 那就不要怪她趁雪而入了 老许的身体其实没问题 她和小妮是相亲认识的包办婚姻 她本来打算和小妮先培养感情 再远访 即便是表哥带走小妮 老许也不会生气 因为小妮是真心喜欢表哥 他们在一起会很幸福 可现在表哥给老许 带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 还把绿帽子扔在了家里 这是人干的事吗 结婚只有三个月的妻子 小妮出轨表哥 最后还被表哥无情抛弃 小妮知道自己有错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可他们的仇事早已在村里传开了 所有人都在吓唬老许 头顶上有一片大草原 村里的三轮师傅 集体抵制小妮不舍妇导 不愿送小妮去车站 好不容易一个外地三轮车 愿意送小妮 但是小妮决定不走了 是她让老许颜面扫地 她愿意留下来赎罪 老许是很爱小妮 可每次看到小妮 总会情不自定的 想到表哥和她在一起的画面 就像一块被厕所苍蝇盯过的五花肉 虽然洗干净后就没啥事 可想起来总让人觉得恶心 一顶绿帽子就像魔咒一般笼罩着她 她阴暗生恨 不断折磨小妮 故意让她从台阶摔倒 差点被煤气爆炸毁容 小妮还经常梦到老许掐死她 醒来以后看到老许两眼瞪着她 让人毛骨悚然 小妮终于忍不住 主动站上天台 让老许将她推下河里淹死算球 老许走过来一把逮住小妮 只要她一放手 小妮就会坠下去 可她并没有 她是真的喜欢小妮 小妮不断道歉 请求老许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 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先谈恋爱再结婚 所有流程都重新走一遍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哭成了一片雷震雨 从那以后 两口子变得越来越亲近 小妮从前总和公婆干账 现在也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给公公设计发型 给婆婆做美容 那些说闲话的村民 都觉得没什么意思 也不再说什么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 一辆摩托转坏老许的后视镜 开摩托的人 竟然正是表哥和新女友 小妮走下车 掰断摩托的后视镜 而老许开车 疯狂追击表哥 要和他来个你死我活 就是在这一刻 小妮发现 老许变成了他喜欢的猛男样子 表哥被吓得落荒而逃 从那之后 他们变得更加恩爱 可是有一天 小妮刚出门没走多远 家里就突然爆炸 被炸成了一片灰烬 只剩老许的一只手 手上还吻着小妮的名字 小妮哭唇了泪人 警察怀疑 小妮为了和表哥在一起 合谋设计 害死了丈夫老许 可是小妮声称 自己并没有杀害丈夫老许 即便是遭受一夜的毒打 也没有招供 后来警长通过监控看到 表哥在爆炸发生后 从后门淘子的画面 小妮这才老实交代 案发当天 老许从外面工作回来看到 表哥又和小妮搅在一起 当即不乱大怒 老许让小妮去买菜 这是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战斗 于是小妮就出了门 在乘坐三轮车之前 还让邻居家的小孩 去提醒老许关门 还像王昌一样 和邻居打招呼说 晚上做好菜 不分给他们一些 之后才去市场 抱怨屠夫的刀子生锈 没有用他的刀砍羊肉 换了另一个屠夫砍羊肉 买完菜后 他再坐三轮车回家 还用一些碎羊肉 喂流浪狗 之后突然听到 家里传出爆炸的声音 回去后就看到 现场只剩下老许的一只手 表哥和老许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妮说 他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不在现场 之后 警长调查了小妮提到的人 所有人都可以证明 煤气爆炸发生的时候 小妮并没有在场 警长只好动用测谎仪 可激了的小妮 在脚板钉钉子 无论对方提什么问题 只要她脚踩钉子 心跳就会加快 根本无法断定 她是否说谎 最终只能草草结案 认定老许是被表哥杀害 表哥从后面逃走时 被淹死了 小妮被无罪释放 然而真相并不是 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小妮是个悬疑小说的 骨灰级爱好者 在她的影响下 老许也看了很多 悬疑谋杀小说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案发当天 老许买菜回家看到 表哥又来骚扰小妮 劝小妮和她一起私奔 小妮的确曾经爱过表哥 可她现在已经改过自新 和老许真心相爱 她不会和老许的表哥走 但是无耻的表哥 竟然拿出她之前拍摄的 不雅视频 威胁小妮 老许一气之下 抡起平底锅和表哥火拼 但随后就被表哥扔出去 砸玻璃 再扔出去砸烂大门 最后被举起来 重摔地球 眼看叫被掐死 小妮打开冰箱 抡起那根冰冻羊腿 朝着表哥脑袋敲下去 送死了表哥 小妮瞬间乱了方寸 老许冷静地说 只要按照她说的做 就啥事也没有 他们将按照悬疑小说的做法 毁失灭迹 老许首先砍掉表哥一只手 再让小妮砍掉他的一只手 伪装成老许被炸死的假象 目的就上警长相信 老许已经死了 老许咬紧牙关 一刀下去 砍掉一手 小妮痛哭流涕 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爱的力量 你给我戴绿帽 我跟你披一手 小妮给老许穿上表哥的衣服 在表哥身上加上汽油 然后提着凶器羊腿出门去 像是什么也没发生样 故意和街坊邻居说话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他已经乘坐三轮车 离开案发现场 来到了市场 又故意换了一个屠夫看羊肉 把砸死表哥的凶器 变成了羊肉块 在这期间 老许引爆煤气罐 把表哥炸成了灰灰 自己穿着表哥的衣服 从后门逃走 案发现场 只留下了一只自己的手 老许和小妮 逃过法律的制裁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部电影名叫妹莎 老许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在电力局上班 工作稳定 家庭幸福 小妮是美容美发爱好者 喜欢做疯狂的事 不温柔 也不做菜 更不会婆媳相处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 本想先结婚再恋爱 没想到会闹出那么多 惊险刺激的剧情 你是赞成先结婚再恋爱 还是先恋爱再结婚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老胡哟